今天就是一个翻车制 大家好 欢迎视频一花一花 我是老杨 我是DJAH 好的今天 那要不就竟然翻车了 刚才其实这个节目已经录完了 发现很开心的没有按下录音键 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犯这样的录音的错误 录音事故 录音可以叫事故了 我们对自己要求不高了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 如果是在广播电台的话 如果有七秒钟的空白 没人发出任何声音 这就叫直播事故了 但我们这种录音的节目就不在乎 所以这种级别的事故是很正常 后期会剪掉 但是如果不按录音键的话 那后期就没得剪了 那就是重大的事故了 那基本就是事故本故了 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期节目的两个人 分别是画画 就是娃娃 Work Art with Artists的艺术发行机构的 后道工 小杨和小A 同时也是机构的发行人和小编 对的 那今天要聊点什么事呢 做个广告 广告的主要内容就是希望大家去本周末的 Unfold上海艺术书展 来看我们第一次发行的一套小书 这套小书呢 我们是跟艺术家陈云然合作的 那这套书的名字叫什么 Story上头的刚才讲 就是如果用中文来翻译的话 大概是未曾讲述的故事 或未被讲述的故事 大概是这样的 特别像电影的名字 有没有 对 它其实就像一个梦 其实本来我们就是还想录一期完整的节目 但今天加班也很累了 我就提议说 要不就相对认真的录一期广告节目 就好了 对 结果就翻车 翻车了 那说回来 就是你说到这个Story上头的 它有这个很强的电影的感觉 有梦境感 本来这期节目我想说做个广告之于 这个主要节目去聊聊电影的 就想做这个衔接的 因为确实这套故事是合适的 对 就是它和现实 在现实和梦境之间 就特别相定 对 再加上天上正好看了 冰口的那个偶然于幻想是吗 偶然于想象 偶然于想象 我也觉得跟它这个故事还挺有 还真的吗 对 但是相反 就是冰口那个电影是 现实比较多 中间穿插了幻想的部分 但它这是幻想比较多 中间有些现实的一些物件和一些场景在 所以更多的偏向于是一个梦 是一个梦 冰口呢 是可能靠一些超现实的设定把那个现实感打破 对的 但都很奇妙 是都很奇妙 对 是有点不一样的奇妙 Story's Untold的这套作品 我们这个周末将要发布的这套作品 如果说的简单一点的话 它会看起来有点像漫画 但又不是纯然的漫画 这就有意思了 首先是它形式是有点漫画形式 本身它又是黑白而语言的 但是呢 每一幅画呢 又独立成立 你也可以单独的当作一幅绘画作品来看 对 有很好的美术的表现性 以及有很好的阅读性 怎么说呢 有超现实的那种阅读空间 之前没有陆金的描述里 我说了 它既有美术性 也有艺术性 美术性的那一面 就是它绘画的那一面 表现的那一面 就视觉表现的 视觉沟通的那一面 艺术的那一面 我觉得就是所谓阅读的那一面 它有很强的视觉符号和 这个符号在梦境里跟现实的关系 有想象有欲求 也有些落空的部分 那整体画面是真的是 画面是美的 是非常优美 所以今天发到群里 发到我们的听众群里预告的时候 也有听众就是怎么说来着 好看 对 除了好看之余 还有我觉得比较精道的描述 就有听我说是简洁周图 简洁周图着富贵 富贵中带着灵洞 厉害厉害 然后还有说 还有人说是白是纯洁的白 黑是纯洁的黑 我学习这个功底都这么好 真高 我做了这套书 做了一个月了是吧 我都没有找到合适的语言来描述 这个也是常有事 就真的你每天在看 这个作品时候 反而就会词穷了 是词穷了 我只能跟大家说这套作品 就是可以说是渊源吗 或者其实它是一套有历史的作品了 打个引号好了 就它不是当时当下创作的 可能这整个系列里 有的作品已经是五年前的作品了 有的可能会比较新一点 即便你是今年或者现在 当时当下看到你不会觉得它老 它没有那么强的那种跟现实时间的关系 你可以跳入这个超现实的空间 就当做一个梦去读 去找到它其中的趣味 而它那种敏感的优美的那种视觉 又是你一眼 我觉得一眼就可以打动人的 没错 就你说的 我觉得它作品里面的那些 很丰富很敏感的那些情绪 这种失落也好 期待也好 这些各种情绪 它是不受时间限制的 任何一个时间段 你来看 我觉得都能找到一些公民 然后陈允然这个作者 你刚才怎么说 他生活工作在广州对吧 对生活工作在广州 从去年开始通过水彩 这种媒介合方式创作作品 也是有蛮强的超现实的色彩的 我也跟老杨分享 就是属于我们喜欢的 比利时系的超现实感 我们也是蛮喜欢的 蛮期待能以版画的形式 来一起合作 做一些什么的 对 而且它的作品 形式上也比较适合版画 平面感比较强 整体和局部的一些 那种反差 也是比较明确 也特别适合 用版画的语言来表现 我都听不懂 我不是美术生 版画创作还没有开始 因为可能需要它来上海 但是我们这次合作的这套 有漫画色彩的这套书 也已经 我觉得已经看得到 它最近的这种 水彩的彩色作品的 独副的彩色作品的一些气质 已经在里面了 有有有 已经其实已经蛮好的 已经反映出来了 就是作为一个艺术家 他的在审美和艺术创作方面的趣味 已经反映的挺完整的 我觉得 也算是我们从这套 艺术书的作品开始 一步步可以把这个作者 推荐给大家 希望有这个机会 因为疫情还在 就是很多不确定性 很多事情推进的 都没有那么顺利 或者就是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 期待会有更多的作品 或者更多的合作的机会 刚才已经说到了 这一组作品 就Stories on Talk 这组作品 其实有一点历史了 就打引号的历史了 其实整个这个作品系列 或者说序列 是比较大的 有十六七个短小的故事 每个故事可能有 五到九个画面 甚至更多的画面组成的 然后这一次 就这个 本周末的 上海艺术书展上 我们会出第一集 一个集子 里面有这个故事中的 四个小故事 然后我们还 一部分也是因为 要参加艺术书展 一部分也是 我们特别喜欢这组作品 所以我们做了特别的企划 就是做了这个 套有了先行版的概念 先行版有什么特别呢 先行版是包括了 Stories on Talk的 这个作品的四个故事 也就是四册小书 对 第一集的四册小书 此外呢 还有从四个故事里面 各挑出了一幅 单真的画面 我们把它做成了一个 死亡的版画 在先行版里 对 随机的付一幅 对的 所以大家就是 看看自己的运气 会拿到哪一幅 尤其我们也已经把 这四幅作品 已经装框了 装表了 就挺好看的 到时候我们会拍照 在我们的微博上分享 如果你有机会去到 这个Unfold的现场 你就能看到它的实物了 没错 如果一幅画 你觉得还不满足 还想拥有另外三幅 那我们给你提供了 另外一个选择 珍藏版 收藏者版 对 只有十个版 对 就第一次我们只出十本 对 那有什么不一样呢 跟现行版有什么区别呢 除了我们这套书的第一集的四个故事之外 我们精选出的四帧画面 会全部收录在珍藏版里 收藏者版里 太超值了 良心的手工硬质 不是说为了体现诚意 或者怎样 就是我们就是这样一个机构 我们就想以我们最有优势的 最高品质的 以我们能力最高品质的来实现这套作品 不管是小的书 还是说挑选出的单真的画面 还是一会儿可能会介绍到的 一个大幅的海报 都是通过撕网版画的方式来印制的 纯手工的 纯手工都不重要 我觉得这是我们带着美术的审美 去做的一件事情 是非常用心的做的 是非常讲究的 是我甚至有些方面 是在逼杨老师去做的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做的是对的 我要POA杨老师 这个得去听最新一集的 原著派他能力解决 对就是有努力到 我觉得也看到了一些 在死亡版画上的一些惊喜 这点是我还挺意外的 也挺高兴的 但我依然觉得还有进步的空间 我会接下来有机会的时候 再继续POA你 还有我王师傅 我们的印师 我们的大师傅 我是觉得看到他的作品 再加上我们上一书的形式呈现 我觉得就已经确定的是 要通过撕网印的方式来呈现他了 本身适合 撕网这个事吧 反正可能相对了解的人觉得 是撕网 但又没有那么了解的人的话 又会觉得可能也挺简单的吧 因为撕网这个工艺 可能比其他的版画工艺 要相对常见一些 相对容易入手一些 但我们就是每次做撕网 都是会把自己怎么说 push的比较狠比较远 逼上绝技 就是看到我们之前 跟这个艺术家庄影合作的那套 版画大概也了解了 就是还有谁 就这个细腻的程度 真的是不夸张的可以说一下 还有谁 但这次你觉得这套Stories Untold 有达到还有谁的境界吗 对应该是没有谁了 没有谁了 这个骄傲的程度 那我觉得 还是稍微可以骄傲一下 那听众最好到现场来翻阅一下了 这套作品跟撞影的作品 还挺不一样的 努力的方向是不一样的 努力的方向不一样 而且可能从视觉上来 直接观感上来说 可能撞影的那个系列作品 更容易读出它的难度 对 但这套作品其实也难 也就也难 但是作为一般观众 可能不是那么容易体会到 对 因为它就是一个黑白画面 大家想象里 就是甚至学过版本 就觉得黑白死网多好印单 是不是最容易印的 最容易印的 那我就给大家一个小提示 这组故事里 有一组故事 是跟黑胶唱片有关的 请大家如果有机会翻阅的话 来看看我们印制 那个黑胶画面的部分 不能透露太多 不能透露太多 特别是录完一遍 我觉得还是内容少讲一点 对 总之画面是很好看的 好的 线性版和珍藏版都介绍过了 介绍过了 除了线性版和珍藏版之外 之外 就是我们还会推出一张大的海报 我真的不想叫它海报 我觉得它也是作品 只是它的形式 我们想在一个艺术书展上 让我们的所谓的产品 或者发布的作品的形式 更丰富一些 作者就是陈远然的 Stories Untold的系列里 也有一张 一个章节 不是一张画 一个章节 是完全没有故事性的 也非常 构图也非常工整 一共有九个画面 做成一个方方正正的一个画面 非常适合 一张大画面来体现 我们就说 那就做成海报的形式 这个海报也真的不小 接近70公分 食物会是68公分 乘68公分 这样一个大尺幅 来呈现给大家 我觉得也不错 对 所以大家会在书展上看到 两个版本的 这个Stories Untold的第一集 以及一张大的海报 Stories Untold的这个系列 这个有点漫画书 属性的这套书 是娃娃第一次做书 就是原本的这个机构的目标 是更多的做以版画技巧为基础的 这个版画艺术作品 其实是我们都觉得 就是可以把眼界放得再宽一点 把这个艺术发行的概念呢 也做得再宽一点 就是做艺术书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也是 在工艺上有能力 在我觉得在编辑策划上 也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件事的 就是各方面 我觉得就像你说的技术啊 能力啊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都具备的 唯一就是脖子有点不太贵 好怕呀 对的 硬化的时候呢 需要弯腰伸脖子 对 然后有大量的所谓后道的工作 我觉得做过平面设计 或者做过书的朋友 也大概理解什么是后道 对 这都是我们自己亲力亲为的 所以就是我们现在是一个 比较费脖子的工作状态 是的 对 好的 那这期节目差不多 差不多 这期就是一期纯的推荐节目 说直白就是一期广告节目 广告的对象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 我们要发布的新的作品 希望大家有机会来了解一下 甚至可以亲身到unfold的去看 去感受这套作品 有非常强烈的女性审美趣味的 有女性气质的 我觉得不分性别应该都能欣赏 我希望是这样 只是在气质上我们第一次做 这样的作品 而且他 我是觉得成员的作品是非常独特的 准确的说可以轻而易举的抓住一部分受人的心 这是我期待的效果 我希望也是这样 我觉得会的 那就再好 就像你当时第一次给我看出你这样的作品 我觉得 那些的少女就被抓出来了 就被滴露出来了 每个大叔心里还没一个少女 没个少女了 那我们就欢迎大家来现场找我们 去unfold的同学们一定要来找我们 我们就在M50的香格纳画廊等你们了 这个展览的空间 好的 时间就是10月28号到31号 就本周五 后晚周 周四到周天 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了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